那事實上這個問一下老王 馬雲的阿里巴巴本來是富可敵國的 所以這一個貢獻是富可敵國的貢獻 對 這個讓我想到三隻小豬的故事 這個二哥跟三弟看到大哥被拖去宰了 他們反而很開心 想說哎呦今天是抓大哥不是抓我 哎呀開心我留下來 其實錯了 是你們兩個還沒長大 還在等著宰 因為大家記得豬養肥了 絕對不是絕對不是拿來幹嘛 是拿來殺來吃的 所以要注意 那我們可以看這個市值的部分 其實阿里巴巴是有4000多億的美元 下一個那個騰訊 其實也是超過4000億的美元 簡單講富可敵國 那你有時候太招搖的話 你可能就要注意了 反而不是你要是人人自圍狀態 那百度的話 因為他只有300多億 這隻豬可能還太瘦了 所以暫時目標還沒看到他 先找阿里巴巴下手 所以我覺得光這三家來說 以前我們常講這三家是BAT 因為美國FANG 現在BAT已經沒有 因為百度已經被超越了 那現在已經變什麼 變ATM 那個M是什麼 是美團 美團已經超越百度了 真的喔 這個名字就很有趣了 ATM 誰的ATM 我就講到這裡了 CCP的ATM 我們看一下 這個阿里巴巴 它的Market Value 事實上是很高的 所以有一陣子 它跟馬化騰 雙馬 都是在 中國首富的位置 因為股價是有波動的 Market Value 是有波動的 可是你現在去看 這個阿里巴巴 總市值還有4000多億美元 然後騰訊也還有4000多億美元 兩個家就8000多億了 對 那阿里巴巴是掛著阿里巴巴 那這個是阿里巴巴傳統的電商的平台 然後它的金流平台的這個數位金融的支付寶 是直接捐給這個共產黨 沒錯 所以事實上 真的啊 所以事實上 原本的狀況 假設這些財富都屬於馬雲的話 馬雲是真的富可敵果 非常嚇人喔 這個經濟非常嚇人 你看比較一下兩個就差很多了 那個百度才300多億 那算什麼的 對 阿里巴巴就嚇死人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他們會先找大的殺 所以我個人看法 我認為百度暫時還不用太擔心 因為百度明天走下坡 騰訊你可能要注意 因為騰訊其實掌握很多微信 這很多秘密的檔案都在裡面 甚至像台灣也很多人在用微信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未來重要的關鍵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中賣戰這個所思 現在直接宣戰 他說川普如果在華為上面讓步 是出賣美國利益 不過同時中國內部也有各種 舊經濟的方法跟這個措施 所以老王 繼這個降準之後 各式各樣的這個金融的財政的 政策工具都用上了 其實符合我們前幾天的預期 因為我們說這個 他看到它降準嘛 我們預期它PPI一定是往下降 結果一公佈 已經剩下三年新低了 那是非常不好的一個情況 兩續兩個月衰退 那我們可以仔細看 這個我們上次講過 就PPI 中國只能用三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最簡單貨幣寬鬆 但是最簡單 但是最沒有效果的方式 第二個就是這個鐵工機 第三個他今天有用了 今天是要提振股市 他今天已經宣佈 外資限購入力要解除 所以我說來趕快買 我要到貨 這個你要特別注意 那我要提醒他 為什麼降準是一個工具 我們可以看那張圖 你可以看這張圖 可以發現 這過去20年以來 將近20年以來 中國每次在PPI下降的時候 還有上市的時候 他所提出來相對的一個貨幣寬鬆 你可以發現在零週以下 他要不是降息就是降準 在零週以上 要不是就升息就升準 非常明顯的 但是你要發現今年 就最下面那一張大張的 今年最近一年多以來 已經用了好幾次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個降準的邊際效應 正在遞檢 那也就是說 他越來越用越沒有效果了 而且現在還沒開始往下翻 那我的意思是你要小心 你已經用了那麼武器 所以我可以大來預期 降準未來還是繼續降 但是有沒有效果 我們值得後續觀看 我是覺得效果比較小 那我們可以往下看這個 這個是 如果你看這個是人家講出口 因為我們從降準 今年因為受到貿易戰的影響 出口確實是大受影響 尤其PPI這個東西 它最正相關的一個東西 就叫出口 它跟出口走勢 其實是連動的 非常正相關連動 那如果出口再往下退的話 你可以看到已經連續四個月衰退了 這是一個不好笑 可是我常聽很多網友 會跟我講說 我們出口衰退 可是我們這個貿易還是順差 你有沒有看到 而且順差1到8月 是比去年的同期還高 我想給各位關心一下 下面那個圖表 那個藍色的地方是去年 這個1到8月的基期的部分 明顯它比較屬於低基期 重點在後面在接下來這幾個月 去年中國貿易順差 在後面幾個月是高基期的 那你接下來要面對的話 我就覺得你有一點危險 尤其你接下來 剛公布這個月的順差是大減的 那你要注意 你今年的趨勢是往下跑的 我就認為 接下來你看到這個順差 會越來越嚴重 是一個重一重的擔心 那我們講到出口的部分 要怎麼來救出口 最簡單當然就是打貨幣戰 人民幣貶值 你可以發現中國在去年上半年 其實已經出現它經常上的赤字 那當然是一下下 可是如果根據IF 第二章下面IF的這個研究 他們認為在2022年開始 它經常上赤字 就不是一個季度兩個季度 而是會持續的一直下去 是每年的經常上 是一個慣性的赤字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從這樣的看 你就只要人民幣 不會太樂觀 不管從短線來長線來看 那出口的話 這是屬於外貨 可以看內用的部分 內用不如我們上次談過 台企跟美企相對的出走嗎 其實日本企業也在出走 所以看到這裡好幾家 包括旭化城 小松製作所 包括Unicuro也是最近剛宣布 要準備離開了 他們在美國也才不到100家 可是在中國實在非常多家 現在宣布要慢慢測廠了 那我幫大家統整這幾家 包括第二張這些圖卡 這麼多家7 我幫大家統整 你看任天堂 夏浦 山林 通通都在測 對你從不管是消費的 還是什麼製造業 都有在測嘛 那我最後幫大家統整一下 這些類別日氣的 最最後一張日氣的話 幾個大項 這個我們可以發現 日氣在中國 最大一部分超過5成是這個製造業 就剛才提到 那是受到中美貿易戰電子的問題 可是有一個很特別要注意的 就是四分之一的部分 那是什麼 那是屬於批發業 批發業為什麼之前會選在中國 它不是看到人力的 它是想說在當地的水產水銷 一直就是說 我在當地製造資產 我就馬上銷出去嘛 我看到你的內銷嘛 可是現在 只能這種批發業也要撤退了 那代表什麼意思 不僅你的外患有了 我認為你這個內地的消費市場 也開始要萎縮了 所以日本企業的測出 我覺得是給我們很大的警訊